金融市长林佑昌以主记者身份 率领副市长林永发及市府一级主管 与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等人 一起向先贤烈士上香 表达最崇高的追思及敬意 在完成秋季国伤大典仪式后 针对首批BNT疫苗运抵台湾 林佑昌强调在国际疫情仍然相当严峻的情况下 非常乐见每一种疫苗能够进口 我想疫苗到位其实大家都很高兴 防疫的事情说实在是全国上下 然后民间跟政府大家一体合作 才能够挺过疫情的一个难关 我觉得其实在这阵子媒体上面 或者有些政党或者政治人物吵来吵去 我个人是不太以为然 那我想防疫的工作是大家都有共识 那怎么做在不同的位置上 其实当然有不同的想法 那我想大家可以把意见提出来 然后大家看怎么解决 到不需要说争吵来争吵去 那尤其是国际的疫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 这个其实大家必须要了解 台湾的疫情不会只是单独的自己的一个状况 其实会跟国际的疫情联动 甚至连包括疫苗的一个取得 也会跟国际疫情有所联动 特别是很多的东南亚的国家 还有包括美国 甚至是包括欧洲 疫情都在上升当中 而且是从这一两年来 都是处在一个高峰的一个阶段 所以可以说来在这段时间 全球的疫情是非常严峻的 那我们非常乐见说 任何一种疫苗能够进来 刘昌也肯定 政府与民间企业团体共同合作 让BNT疫苗能顺利抵台 他强调地方政府的责任 就是做好施打准备 让每一位民众都能以最舒适 及最快的方式完成疫苗施打 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 BNT进来 我想这个也是很多企业界 大家努力的一个成果 那至于在地方政府 我们就是会依照中央的一个 疫苗的一个指示跟规划 做好施打的一个准备 不管是在校园 还是民众预约的部分 都会用最舒适最快的一个做法 来让大家完成疫苗的一个 施打的一个程序 记者张旗滕金融报道